各位大家好 我們今天兩位男神都在我們中心 還有一位女神 我們現在吃到什麼好吃呢? 葡萄石 葡萄石其實是一種含水的概率龜酸原的礦物 它早期在1788年是最先發現於南非 它會多呈現棕乳石狀 或是像一般我們看到的葡萄狀 那就是因為它這樣很像果實雷雷 然後非常飽滿的葡萄而因此革命 沒錯 就是那種果實雷雷飽滿的葡萄 像我們的sample裡面 就是有很多 是 所以因而革命 那它的礦物組成主要的礦物成分 當然是葡萄石 然後結音學特徵呢? 它是屬於斜方晶式的好處 很重要 我們看到的晶體其實蠻罕見 大部分都看到它是葡萄狀 像腎臟的形狀 或是板狀 或是放射狀 或是筷狀的集合體 對 這個葡萄狀還蠻多的 我也蠻喜歡的這樣子 還有就是放射狀 筷狀這些 那光學性質 剛剛說它因為蛋徑比較少 現在大部分都是塊狀的 所以我們經過跑某之後 大部分都是弧面 或是球形 所以我們在這個折射率的時候 都會是用點毒法 大約射起來都是在1.63左右 所以它會呈現是玻璃光澤 那像是光谷的部分 它在438nm的位置 會有吸收光谷 對 然後在這個鈴璃燈下面 不會有任何的這個螢光 對 對 這就是那些基本的光學特徵 是 然後 其他的話 葡萄狀的節理 它有一組 完全 或是到中等的一個節理這樣子 然後 節理不可見 比重差不多 中間 對 差不多2.8左右 這個比方2.95 大概不到3這樣 那 硬度的話 差不多6 6到6.5之間這樣子 對 放大檢查 好 就是我們通常放大檢查 會看到它就是 大陸巨狀一定會有那個 放射狀結構 或者這個纖維狀 或者是 這個放射狀的這個結構 然後 可以看到一些 比如說像 腳斬虛 綠蓮石 綠蓮石 綠蓮石裡面還蠻多 我還蠻常看到綠蓮石 一些分派 對 這個部分 好像我這個裡面也有 對 神老師正好今天戴一個戒指 對 綠蓮 正好 這一朵花 然後再加上有綠蓮石 點綴出來 對 整個都是 好 再來就是葡萄石的鑑定 鑑別 那當然我們剛剛就一直 常常有這個 葡萄狀的這個外觀之外 可能 可能會 它會 外觀上面可能會有一些 就是你千磨好吃 它可能會跟翡翠 或是跟繡炎玉 或是跟玉水 還有什麼 就是水蓋五柔石 因為那個黑點 或是那個 可能會有一些軟玉 獨山 玉跟獨山石 其實有一些會蠻相似的 OK 那就是 可能就根據它的外觀顏色啦 OK 還有光澤 內部的一些這個結構 摺色域 就是比重這些特徵 來進行一個區別 那目前市場上面的話 其實 你們有聽過合成品嗎 沒有 合成跟處理的 很少 沒有 幾乎沒有 就是沒有看過 所以喜歡藤人的 那個飽石的人可以 可以選擇葡萄石囉 蠻漂亮的 對 而且 我記得有一次 好像前兩三年吧 JB的高級考試 考一顆 柯麵的葡萄石 因為大家都一直覺得說 因為它的外觀 這些葡萄狀壞 壞狀 它可能簽模的時候 會是一個服務院的寶石 就沒想到它是簽模成 柯麵寶石來考大家囉 所以它的擇設率就非常重要 來問一下 擇設率是多少 再講一次 1.63左右 好 柯麵寶石可能 好 就稍微 柯麵寶石的話 進去的話 是在1.616到1.649之間 沒錯 沒錯 好 就讓你柯麵就點讀法 這樣就可以 好 那再來 對 對 對 其實蠻漂亮的 對 對 還有綠色的也是 顏色越濃的話 甚至跟 對 冰著 對 沒錯 沒錯 那第二個 是講到大小 那當然 凡是寶石 都是越大越好 越乾淨越好 進度也是一樣 因為它有纖維狀 有些包包體等等 所以越乾淨越好 如果你綠蓮石 沒有 完全透 那真的是 美的不得了 對 那第四種呢 就是有關於加工的工藝 就像你剛才講的 說切磨 它有無面寶石 通常還不怎麼稀罕 如果它是切磨成 柯面寶石的話 那還真的是 真的 也不得了 又有綠色的 又有黃色 黃綠 金黃 對 對 對 那它那個慘狀的話 一剛才講的話 是玄武岩的臭血裡面 那它這個 時常會有出現這種 那最優質的 在USA 就是美國 康乃迪克州 還有 就是 我們講的 這個 這個 還有 這個 麻州 這個 麻州 麻州 還有加拿大 還有葛林蘭 還有法國 瑞士 以及南非 那至於中國有沒有呢 中國也有 在明蘭跟遼寧 還有河北 這些都是重要的產地 對 葛林蘭 其實我好想去葛林蘭 產很多美麗的寶石 還有很多寶石 最新的 這個很多的 在國際的一些展覽上面 很多的這個地質學家都還蠻想去的 OK 好囉 那我們 今天兩位男神 有沒有要 介紹什麼東西給大家呢 好 好 敵你老師 近期的話呢 我們的開課資訊是在4月18日 那會有這個線上的這個GIN A的彩色寶石基礎課程 嗯 那這個課程呢 是針對平常可能比較忙碌啊 或是時間比較少的朋友可以來參考這個課程 假日段 對 而且他的這個整個上課的時程啊 他是針對 一年一月的考試 對 不是6月 4月上課是針對明年一月 所以時間很長 可以慢慢學習 沒錯 Foundation OK 那其實我們小小的一下下這個線上課程 我們已經進行了其實已經兩三次有喔 那很多以為我們是放不一樣 不是 我們都是老師跟學生其實直接在螢幕後面面對 是 然後呢 因為一樣是PVP 那一樣可以在上面就是畫重點跟作單 畫都可以的 然後呢 中間會問學生問題 那還有就是我們會有點名的時候去請大家露個臉 我們會拍照傳證 會 這個互動其實都跟真實上課是一樣的 那 有的問我說 有的可能就不太習慣 線上課程 可是其實 我們上 念書的課程也上了十幾年 念書不能說實在外 也是有很多學生直接就趴下來睡覺的 或常常接電話出去的 都有 都其實我覺得 都是看自己啦 自己念書這種東西真的是自己的自自立 那所以總之呢就是說你有沒有心想要拿到這個國際證照最重要啦 OK 好 文老師呢 有一個偏大的好消息 就是 4月16號到4月19號 這個在高雄巨大 有一個很大型的一個瑰寶在慶祝母親節 是 是 前夕 那當然在這個地方我們講交通方便 嗯 你做捷運就可以做到巨大 然後距離 漢神百貨就在旁邊 所以呢 你呢 人潮非常的多 對 而且呢 也歡迎所有的親朋好友們 都來觀賞這個瑰寶展 這個展覽 也可以尋寶 也可以尋知日 各方面 而且呢 你可以買一些好的小禮物啊 送給媽媽 送給你朋友啊 或者送給什麼 送給什麼 送給太太送給你朋友 都可以啊 這個送給你朋友 送給媽媽 送給媽媽 現在說沒有朋友 那沒關係 太帥了 是這樣 好 那第二個 我們講的 就是 瑰寶展裡面有各種 除了礦物跟寶石之外 還有各種多元化的展覽 那當然 我們這個團隊 就是包括沈老師啊 我啊 還有幾位 老師 他們都一起下去 這個團隊會為大家 做一個免費禁令 以及直播 最主要是直播 還有呢 導覽這些事情 還有很多寶石樣皮啊 讓大家欣賞 來切磋 對 我們所有的團隊都會在 各個時間點 會在高雄的這個巨蛋 跟大家 後面呢 小臉王 對 那所以歡迎大家 我想要看 兩位男神的人 然後呢 就可以 8月女神 對 是 可以到現場來找我們 OK 好 我們8月的瑰寶展 在8月的14跟15 對嗎 已經十幾次了 太幾次了 十一十二次了這樣 OK 兩位男神 對我們已經這麼辦 這麼多次的 規劃展的印象 比較深刻 有什麼 因為其實我每次都有找朋友去 那朋友的回歸就是說 其實這個長得非常好買 可以撿到很多 就是又要用又便宜的包子 對 那所以就是第一個 要朋友去可以買到好東西 那第二個是廠商 對 我們其實朋友自己都會帶去很多朋友 給你們買 對 很多人廠商來就好像變成一個 日耗加密華 真的有加密技術 對 沒錯 一定要來 一定要來 OK 而且這兩天還有免費的講座 就是有找一些學者專家 來免費為大家講座 這個是一個重點 除此之外 還有我們團隊也有很多老師為大家免費的導覽 對 對 那還有一些課程 一些簡單的課程 怎麼去鑑定保濕 對 鑑定肥脆 都有辦過 而且如果你要尋寶 因為價格說實在入美價年 對 可以找到很多 對 然後每一次說實在都有收穫不全 哇 老師每天都一大早就開始在裡面買買買 這樣都看到他在裡面買東西這樣 他真的是超愛買的 對 而且這也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只有兩天 而且地點呢就在華南的總行 就是 對 華南銀行的那個總行 松仁路 松仁路 1 2 3號 3樓 3樓 對 而且還有一個重點 你來的話 我們還可以摸彩 我們之前的來店裡是每一次都收穫 然後摸彩裡就是說你買多少 9歲 對 很多都收到華南的獎 而且都是天然保值送大家 對 對 好 很多廠商也準備了 除了我們主辦方之外 很多廠商也準備了很多的禮物給大家 這樣子 對 好 那很期待喔 就是 8月14 15 兩天 正好也是華南 也是華南 也是華南 對 自取為夏季的華南 再來一個就是說我們4月的 4月是16到19 我們的會寶展也有在高雄巨蛋 對 會見到大家也是有很多的廠商這樣子 那還是不要忘記 看那麼多欣賞美麗的寶石 之餘呢 學習一下怎麼樣 對 去見賞寶石 去見金寶石 對 那OK 就是我們在4月18號 有網路課程 是北中南都可以一起 來學習的囉 我們是真人實境教學 真人實境教 這個聽起來有點 好像感覺很那個 很那個什麼 真人實境秀一樣 這樣子 我們是真真實實的老師 在那邊教大家 雖然是網路課程 OK 好 那就這樣囉 開心見到大家 也期待見到大家 OK 掰掰 謝謝掰掰